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你怎么出来了? 弄得怎么这么长? 诺诺 哥,你怎么出来了? 诺诺怎么中长? 他死了 你个王八蛋 干什么?你坐下 钱诚哥,你没事吧? 子春 怎么样?子春 钱诚 你没受伤吗? 都别愣着了,打电话叫救护车 钱诚哥 钱诚哥 这是医院还是监狱? 这是用于强制医疗的特殊医院 跟监狱也差不多 要不是有心理病症 不然早晚得请监狱 彭子春呢 可是重伤 我当时就不应该答应前程出去约会 程卫兰说得对,这人啊一谈恋爱 心理起伏就会比较大 说什么都没用了 走吧 老陈 你没事吧 你吃得饱吗 后面这俩胖子有没有欺负你啊 先坐 这是暂时性的积压 他现在正常是轻壮的 到时候我和彭家再好好地协调协调 好点没有 按时吃饭 按时睡觉 不用工作 不用烦恼 嗯 像度假一样 度假个屁 度假后面这俩人啊 那个 老贾 你放心 我们俩一定会把你弄出去 你别担心啊 前程啊 你听我说 你呢现在 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休息 那哥哥到时候会去和彭家协调 商量 争取和解 是吧 对对对 我跟薛早早是哥们儿 他跟彭子春是哥们儿 嗯 我们实在不行 找他吧 孟猫 陪他钱 我跟彭子春的事 跟你和薛早早的事不一样 他是为了妹妹 我是为了 我就说 早都应该听你妈妈的 不应该让你跟那个夜来 再去前缘 你在这种场合的时候 少说这不行吗 他们说了 精神鉴定在下周三 明白 我到时候和樊主任呢 再好好沟通沟通 你放心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好好休息